各位读者好 今天我们讲解一下用upqs软件处理热音令问题的一个分析 今天的这个案例是讲的是真的这个深度里面选择是输入是0.002 同样的方法我们创建夏天 创建完夏天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需要进入这个组装模块 然后把这两个刹车上片和下片进行组装起来 就是单击instance path这个按钮 然后选择dist downdist 和disk 和updisk 然后选择ok 生成两个片之后 然后我们再使用 使用这个translate instance这个命令 然后把上片 选择下片 选择下片 选择下片之后 然后 移动 在z的方向上移动 负到0.02 就相当于是沿着z轴的这个负方向 是往走的负的0.02 就是跟两个片分离 然后我们在选中上片和下片 单击 这个 merge 和cut instance 这个命令 然后输入我们 part的命令是 新建的命令也是disk 然后 选中是merge 然后单击ok 然后我们就创造 就发现在part模块里面 会多出这么一个disk的选项 然后这就是我们新建的一个disk 我们进入part模块 就能够查看 我们新生成的这个disk 部件 这样就生成了我们新建的一个disk 部件 生成这个下面的这个刹拆盘之后 我们需要进 需要创建上面这个刹拆片 刹拆片是有一个 弧形的这么一个 材料组成的 同样的方法 我们就单击create part 单击create part 然后输入 选择相应的参数之后 然后进入 会进入这个草图模块 会进入这么个草图模块 在草图模块当中 我们首先要 需要建立好这些辅助的一个 辅助的一个 辅助线的一个建立 我们就单击 这么一个命令 然后选择这个create construction circle 这个命令 分别 分别以原心 以原心为原点 那以原 以原点为中心 然后输入 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 就是 例子 一开始已经给定了那个刹刹盘的这个内径和外径的大小 建立好 建立好这么两个辅助员 建立好辅助员之后 我们需要 再就是 需要创建好这两个 分别是75度和105度的这个辅助线 我们也是同样还是长按这个按钮 然后再弹出的这个选中这么一个 construction line at angle 输入75 然后登机回车 然后我们就发现 它就会出现这么一个 可移动的线 我们把这个 其中需要的一个点 设置在原心 然后就形成了 就把这个线 单击 鼠标左键 就会生成这么一条线 同样的方法 我们再 继续 画一个一条 105度的这么一个辅助线 这样画完之后 辅助线做完之后 就需要把这个 刹车 片的这么一个 模型 建立起来 我们仍然是使用的这个 create art 命运 然后登机create art create art 这么一个按钮 然后选中 圆点 作为圆心 然后 分别以 建立好的这两个圆弧 为其实点和末点 画出这两个 就是半圆弧这个 圆弧的形状 然后用 使用这个create lines 连接好这两端的这个 端点 把它连线 然后完成之后 我们就连续单击鼠标中键 在弹出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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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伸尺 那个尺寸的这个对话框当中 输入我们需要的尺寸 然后登机OK按钮 我们就建立好了 这么一个刹车片的一个形状 模型建立好之后 需要定义材料 因为这个 我们从这个modular这里面 选择这个property 进入这个材料模块的定义 我们定义的材料也是非常的 就是定义方式也是非常的 跟前面的这些例子里面 非常一致 就是点单击create material 然后输入相应的名字 我们这一边是一个 分别取责material materialpad 就是刹车片 还有materialdisk 刹车盘 分别通过 单击general disk 输入相应的密度 然后general e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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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相应的台形模量和铺松笔 输入相应的台形模量和铺松笔 然后如果是 在家里建立刹车片的这个材料 参数中 它是 它的不再是这种 21有时 21来这个温度的 所以说我们要勾上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就发现它会多了一个温度选项 然后我们按回车 就会出现另外一个行 填好之后 这样我们就建立好这些那个 在这些参数里面对电力相应的参数 还有就是需要建立的是一个 这个热传导系数 我们通过单击 选中 sumo Conductivity 相应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 还有参数 同样我们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时间 温度依赖的话 我们同跟那个它前面 而介绍的弹性抹量的这个建立有点像 就是选中这个 Use Temperature Dependent 然后分别输入相应的参数值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单击OK 就建立好这个材料参数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我们已经定义好的这个 这个材料参数 分别是一个Pad的那个 嗯 材料参数和和这个Disk的材料参数 这个分别也定义好的 这是Pad的 它的Conductivity就是 导热系数是0.9 那个密度是1.1550 弹性膜量是一个温度依赖的 需要这么一个列表 然后温度热膨胀系数是一个 热膨胀系数是 也是一个温度依赖的 然后比热 是1200 这个下面这个Disk的那个 材料的这个定义 也类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热膨胀系数是48 密度是7800 这个阳氏膜量分别是这个 热膨胀系数 是1.1乘以10的-5次方 比热是452 定义好材料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需要 是定义两个截面 就是分别是对应 建立截面也是通过 然后单击Create Section 输入命令 然后输入这个相应的名字 然后选择类型是Solid Homogeneous 然后单击Continue 在Edit Section当中 分别选中我们刚才定义好的这个PAD和Steel 分别就是比如说选择这个PAD 就选择PAD 那单击OK 就定义好了 这个两种前面 这是我们定义好的这个Section Manager 就发现我们定义好的Fed和PAD的这个类型 下一步就是指定这个截面 指定截面 我们比如说指定这个PAD 就是选中这个E3Section 然后根据提示区的提示 我们选中这个PAD 然后单击鼠标中键 或者是提示区的Done 就把这个 这个界面属性就赋予了这个上面的这个PAD 同样类型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Disk的这个属性赋予这个 刚才已经建立好的这个Disk模块 然后至此我们就把部件建立好了 材料属性赋予了 下面就是进入这个组装模块 因为我们前面这个Disk就是组装之后形成的 就是通过那个什么 通过一个墨纸形成的一个部件 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只需要把这个PAD形成就可以了 我们单击这个InstancePAD 然后选中这个PAD 然后单击OK 就可以形成这个 一个PAD的一个实体 然后我们需要把 因为这个 建立模块的时候 仍然是没有把这个相应的位置确定好 所以说仍然是需要这个 单击TranslateInstance 选中我们刚才的建立好的这个PAD 然后单击DOWN 然后 再 输入这个点的坐标 输入它移动点的坐标 第一个点的坐标就是 使用的第一个点的坐标就是000 第二个就是00 然后往上走0.02 这样的话 我们就建立好了这个 就是末点的 这个移动的使用的这个末点坐标 就是0.02 就是这个上边这个Disk Up Disk的这个Hold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模块建立好了 相应的位置就确定好了 在这里面我们还需要 刚才我们在那个Property里面 还少定义一个参数 就是定义好 就是定义好 这个 这个 材料的坐标 我们通过这个 Tools 然后 Dterm 定义好一个 选择 C-SYS 选择 C-SY-S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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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选择 选择一种那个 铸坐标 然后单击Continue 因为我们这个 所需的这个铸坐标 和那个什么 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 在那个提示区当中 单击 Create Datum 就可以了 就创建好我们需要的这个Datum 就是这个坐标系了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个 材料 定义材料的这个方向 然后我们单击 这个 Assign Material Oritation 单击之后选中这个Disk 一键 然后再 然后登记到 OK 这儿就会出现提示 就是选 选 选用一个 坐标系 然后我们选择DestormList 然后在弹出的这个 Datum选项当中 我们选择 我们已经建立好这个Datum1 单击OK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材料的这个方向给定义好了 这样我们就定义好了这个 组装好定义好了之后我们就需要进入这个Step模块 因为我们要 这个分析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我们需要定义两个就是分析步 单击这个Creative Step这个按钮 可以看见我们已经定义好的两个Step 它的类型都分别是这种Dynamic Temperate Distance 然后还有就是Explicit 因为我为什么要定义两个分析这个过程 就是首先是 我们使的这个刹车刹车盘和刹车片 接触上就是压紧 然后第二个就是发生就是刹车盘发生一定的旋转过程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就是在Step1当中实现就是这么个压紧的过程 在Step2当中实现那么一个就是刹车盘的一个 角一个角 沿着一个角度的一个转动过程 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好了 这么两个Step 然后定义好这个Step模块之后 我们需要进入这个Interaction的这个模块 定义好这个相互作用 这里面有两个相互作用要需要定义 首先是是这个刹车盘和刹车片 这个面就是刹车 刹车片的底面和刹车盘的上面之间的这个一个摩擦的一个就是摩擦接触的一个一个 一个属性 再一个就是这个刹车片面 因为它是一个需要产生设的这么一个摩 然后我们需要定义这么一个摩的一个属性 所以说我们下面就是进行一下这两个接触过程的一个定义 首先我们单击CREATE INTERACTION PROPERTY这个按钮 然后选中这个 名字 然后登记contact 然后登记 选中contact 然后登记continue 然后再弹出的这个 Edit INTERACTION PROPERTY当中 这 also是最后再弹出的这个 那么再弹出的 好了 再弹出的就是这样 然后再弹出的声音 再弹出的声音 再弹出的声音 感谢观看